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对 你跟我们解释一下 我们在小学的时候每次有什么特别节日 我们的老师都是安排一个特别活动 亲人节的时候我们都是画画那些卡片 画卡片就是画一个图很多星星 请你当我的小心杆 当我的宝贝 我们都是交换这些卡 还有那个时候那个店都是卖valentine 就是亲人节的那个小糖果 对 很多粉红色的什么颜色都有 还写爱你呀等等 我们都是交换这个糖果 当然那些男生都是爱 拿到很多糖果 表示很多人爱他们的 对对 女孩子喜欢受到很多男人的卡片 表示他们 就很骄傲哦 对不对 有行情很好 对不对 对对对对 那你要那个现在的话 大家当然大了以后 大家也是过情人节呀 送花呀 送巧克力呀 对不对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 你跟你的夫人 就是我这个同学 你们怎么会一直感情这么 一直这么好 当然我知道也会吵架 因为我这个同学蛮凶的我知道 那你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结婚了几十年 我看你们两个人都是双树双飞 到哪里到参加活动啊 然后你写书法 他帮你摸摸 那感情很好 很让人家羡慕 怎么维持得这么好 是你比较尊重他呢 还是说他比较尊重你 你们两个人是哪一个人当家呀 他是老板 哇 你倒当家 对 那再维持一个家也是不容易 家是大家的 所以要两个人 我们虽然是工巢 然后就是两个人要好好经营这个家 这个家就是我们的根 那家不管 那你真的就会乱了 乱了就乱 乱言到社会 乱了 这太大了 就是家要经营好 就是两个人的事 就这样 相敬如兵 兵快的兵喔 那我知道你们这对婚姻的话 还是被欣云大师所祝福的喔 是的 你们在西来寺相识的 对不对 对 那就是说你们在西来寺 怎么样经过欣云大师的祝福 好像欣云大师还要看看你们两个合不合 还是怎么样 他没看 他一眼就忘了 忘到我 说你一定会跟一个美国人结婚 他讲他的扬州 美国人 我说美国人啊 后来没过三个月 真的有一个美国人出现了 我就带去给大师看了 大师一眼就看中了 对了 一眼就看中 然后 正逢那个西来寺要 1988年的时候要落成 大师那时候需要一个翻译的 因为主流社会很多美国人 需要大师翻译 中英文都好 对 然后他就这么巧 听得懂大师的扬州腔 他急袭翻译出来 就是这样子 大师的那个扬州国语 还不是很多人都能懂 对 他就是 你居然可以懂 大家有菩萨加持 他听得懂 就帮他翻译了 对 开幕典礼的时候他翻译 就这样 然后一路下来 然后我们一直在西来寺 发心啊 党义工啊 插发啊 煮饭啊 不要看我小小的 人家说你这只手 你会做什么 我说会做的事情太多了 会做的可多了 但是大师有讲过 做人啊 要就是要 给人信心 给人欢喜 然后给人利用 没关系 然后我们就 怎么样 当一个有用的人 你不要当一个人家 对 这是最重点 对 当一个有用的人 哪边需要 就哪边去帮您 你就去哪边帮忙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一路两个人 就是这样 富足互补嘛 很好 一个小气的时候 一个就会很大方 一个很大方 那个人就很小气 哎呦 你看互相配合得很好 但是有一个问题 可能比较难配合 我们中西文化不同 吃东西啊 还有很多 子女教育方法啊 还有很多很多 中西文化的差异 你们是怎么样 来度过这个难关的 没有什么难关 因为她在唐人街长大 吃中国米饭长大的 所以她可以吃中国菜 但我跟她结婚 没有进过西餐厅 直到我们上了游轮了 才吃到西餐 哎呦 所以看样子 是她比较依附你 对 她比较依附你 对不对 疼你 自从我跟她结婚 我都没有吃什么快餐 我不知道什么叫 汉堡 我不知道 没有吃那些 你把那些都放弃了 全部吃中国餐 英英澳从来没进去过 人家从外地来都要进英英澳 我们俩还没进去过 就读报纸 对 对 你看看 她的中文名字 叫做洪雷明 你怎么会姓洪呢 人家他姓洪 你怎么也姓洪啊 对啊 就是因为我入催了 入催给他了 对 所以我相信 在我这样短短的时间 我就知道 我们这个洪妹夫啊 谢谢 他真的是非常疼你 非常爱你 然后呢 以你为中心 对不对 要被人爱 当然有被人爱的条件 那当然 我们那个家要经营的好 红同学也是非常能干 对不对 也值得他爱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对 因为没有什么语言的困难 我们可以沟通 所以很多问题可以谈一谈 你们吵架也用中文吵 四个字 诚语 还用成语吵架 哇 那我看你成语可能会输他哟 我给他他的空间 我也有我的空间 对对对 他做他的什么艺术的什么插花 什么纸雕 我写我的书法 所以没有什么冲突 你很尊重他的爱好 他看他的练习机 我看我的网络什么新闻等等 不过我们这位同学确实很难干 插花纸雕 好像坐中国节 反正他的手很巧很巧的 对不对 所以 大师说他做的有用的人 对 那你现在这个 人家说今天是情人节 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们天下的情人说 要祝福我们天下 所有的有情人都终成眷神 全人节不是去找一个有情人 这个我们这个苍生也要对他有情 像我知道南丽姐在家里养了很多 像动物园 这就是爱心 这也算是情 有情人 只要你是有情 有生命的都是有情 我在续权师看师傅走路 轻轻巧巧的走路 连蚂蚁都不敢踩 他都不敢踩到蚂蚁 所以要有当个有情人 不是当那个爱人的情人 对 导情人 这就是我们活得的意义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做有情人 对 不是说有情人 不是有情人 有情的话你天天看到你都是会 他都我每次拿人家电话来 他就在开始 他在等我说什么 爱你哦爱你哦爱你哦 怎么样让先生对你服服帖帖的 要常常说爱你哦爱你哦爱你哦 乃丽姐哥打电话的时候 他就在读秒 看我几点钟 几秒就会说爱你哦爱你 不是爱他 是爱你 我以为你天天跟他说爱你爱你 不是爱他 也是爱所有来电 你没有感情你不会打电话的找人 有事才会打 那都是都是有情的人才会打来 所以最后加一个爱你爱你 哎呦 什么这个中国人常常是讲说爱你有爱你在心口难开 就是这个嘴巴不舔 所以我们还是要学会 一定要有爱要先说出来 我也记得邓丽君说过 他当年要跟谁有爱他没有开口说 都来不及 就错过了爱 又错过 对对对 所以有话要讲 对 好话多说 大师说的满手好事满手好话 这很重要 所以我们你看今天的情人节 刚好访问都这么一对有情的眷属 天下的有情人都成眷属 天下的眷属也都要是有情人 对不对 他们是最好的标准 我们大家跟他们学习 谢谢你的收看 谢谢 按赞